Hello大家好,我是Mina,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让我们来聊一下美国疫情期间如何在加州抄底购买房产 最近很多小伙伴都在问我项目咨询 那么美国已经在疫情期间了,房地产是不是可以抄底呢 这个美国股市在下滑,失业率在上升,房地产是否可以抛售 那今天就让我们跟大家聊一下如何在当前的状况低价找到抄底房产 那么我在过去的一周内出过三期过去几天耳湾的房价 然后疫情期间大数据看市场等等这一系列的视频都有出 那么这个主要就是想说从数据上客观的向小伙伴们展示一下 当今的市场行情是怎么样的 那么关于加州目前的房地产市场可以总结为四个词 非常有失意的四个词 淡然、智之、春华还有秋时 那解释一下首先什么是淡然 那么因为目前的还在疫情之下 然后这个房地产市场,加州的房地产市场是非常非常的淡 像之前所做的统计很大的百分比 房地产就是很大一共的房地产已经下架了 或者是放在一个不做开放保留上市的一个状态 就是一个hold的状态 那么由于市场上的房源也相应的变得很少 然后在买卖房子的交易都是不逞多 所以整个市场就变得非常的slow 但是也就是说市场貌似进入了一种平静的寒冬期 不过上述的这种说法其实是主要一种理论上的推测 因为房源、因为疫情、因为股市还有各种原因 这个房地产市场进入了寒冬 但是事实上在尔湾地区的房产交易还在缓慢中正常 那么我们所说的尔湾新凡市场 昨天一天有至少5个新小区的新别墅开单了 包括我的一位客户非常喜欢的一个托尔兄弟的样板房 不过不管怎么说房产交易的平淡是暂时的 经历过冰天雪地才能映衬出春天的美好是不是 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下智之 市场现在的另一个感觉就是这个非常佛系的智之 智之呢就是顾名思义扔在一边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么最近呢有见证了一些暂停和取消上市的房产 因为呀它确实最近的销售价格并不是很好 所以呢有的人想啊那我先取消吧 那等房市回暖了或者是疫情过去了 我们再重新上市卖个好价钱 那么还有一些房主的状态呢就是 房子就搁在这儿爱住不住爱买不买爱买不买 我也不着急是不是 那前几天呢我们有安排客户去看房 有些房子啊房主都空置了很久了 据说人可能在国内或者是不在美国境内 然后呢院子也不清扫干净 游泳池的水也不换都绿了 后院啊最可笑的是还有一个后院有死鸟 就这种状态也能让人去看房 只能说吧这个房主和他经纪公司的心是真的很大 的确现在那个房子在市场上还在继续交易的 基本呢就是这么几种状态 什么状态呢 一种就是房子在之前上市过一段时间 经过了第三方进入了托管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掉出来了 没卖成 所以卖家呀觉得有可能继续会介绍之前的 类似的offer 那这是一种 第二种呢就是房子本身 这个卖家比较着急 这个卖房主呢有可能当前呢是担心疫情 担心这个疫情啊会给房子带来更大的冲击 那么给市场带来更大的影响 所以他们就想尽早脱手 还有一种呢就是可能是因为个人情况呀 或者说是想回国呀想搬家呀 或者是其他的安排 想变卖掉这个房产 尽早的在这个时期卖掉 但不管是什么原因呢 卖房子应该还是要采用行之有效 做之有道的销售运作模式 那么让房子处于最好的状态来卖 这样才行 也不能太佛系太顺其自然 是不是 那么这里呢插一个题外化的卖房小常识 就是说呀 这个房子假如说上市的时间很长 在市场上一直没有售出的话 或者呢这个房子进了esco托管又退出来了 那么这个进入托管反复多次的话 会对这个房子的销售有很不好的负面影响 那如果你的房子想正常的买家都会说 这个房子在市场上放了这么久还没卖出去啊 它肯定有问题 它肯定是有问题 不然怎么就卖不出去呢 那么还是房子怎么买怎么卖就是卖不掉 总是让第三方退出啊 那当他们有这种感觉的时候 这个房子啊就会进入了一种不好卖的状态 那么买家呢一般看到这种房子的时候 也都会首当其选就会想一个 我要杀架 我要杀架的这个心理 那站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呢 把房子暂停或者是让它暂时下架 也未尝不是一件何道理的事情是不是 我们缓一段时间再重新上架 好第三个呢我们再来说一下春华 春华是什么呀 那么现在房地产市场而言呢 往年咱们这个春天呢 本应该是春暖花开 春暖花开也就是春天来了是不是 开始忙碌的时候 回到卖家市场的时候 可是现在呢表面上啊好像是暗兵不动 其实呀春天还是在悄然的进行啊 花朵还是在默默的开花 不过呢这个成交价跟以前是有一些区别的 那么最近市场呢有几种情况 大部分的情况啊都是对我们买家非常有利的 那么一个呢就是最近的有些客户要抓住这个特殊的时期的这个机遇 趁低吸纳抄底以低价来购买房产 那么这种情况呢主要是出现在一些比较好的二手房上 因为本身二手房的市场呢 最近在不同的程度上啊都有了一些下调 那么此刻呢买来可以来个抄底来个减漏 那么前两天呢看这个数据啊 我们大概出来了一个小小的数据来总结 也就是说贷款购入的折扣额度在这个期间 大概是4.5%到10% 那么现金买入的折扣呢大概是7%到20% 这个二手房的数据参考啊 但这个呀只是一个参考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房子 尤其是啊房子的上市价格 还有什么地区啊年份啊设计啊 还有它的需求量啊这些等等都会对这个有所影响的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好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秋时 秋时是一个什么说法呢 也就是说许多业内人士 也就是说这个疫情经济等等 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其实是有一个滞后期的 也就是说啊真正的房价产生波动或者影响时 应该是在未来的12到18个月 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有疫情了 马上就有影响没有那么快啊 但是想一想2008年的样子出现了大量的法拍屋啊 短售屋啊还有银行屋 这种情况会不会答案是不会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啊和上次的这个市场是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那么次贷危机呢不会再次出现 银行啊和金融行业早就在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了啊 那么其实现在的贷款就是在各方面呢 无论是条件啊审核啊 甚至是文件通过这个标准度都是比较高的 那么第二呢对于传统贷款的查收入贷款 这些房贷政府呢也提出了很多这种相应的 贷款支付延迟的这种各种政策啊 那么许多银行房贷公司 直接向未来6个月180天的房贷都给你无条件的延长 即使是晚支付也不会收到罚款 也不会有任何不良记录在信誉报告上 那么假如说9月份10月份才正式开始复工 啊经济复苏的话 这几个月的房贷银行可以允许晚负 那么也不会对市场产生很大的影响影响啊 也就是说只要银行挺得住 就不会产生很多的银行法拍屋的现象 还有说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有一种就是说哈真正的去捡房地产法拍 或者是短售银行屋那一种啊 那也要等到13到18个月以后这个事了 那么等待着这个商机的专业的炒房团 或者是投资人也是不在少数的 那么家里人呢还有亲人朋友 也有涉猎到炒房法拍这一系列的 那么回头呢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详细出一期视频来讲这个法拍的实际实战的操作啊 那么另一种概念呢就是说 今年的秋天市场应该就会回温 所以要坚持坚持再坚持啊 大家一起等待这个天气变暖 等待经济的复苏 等待市场的回温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下 疫情对于加州房地产市场未来的走势有什么影响吧 首先呢房地产的这个投资啊 相对于其他金融投资品来说是一个 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也就是说那个流通性也就是变现现金 它不会像股票 你按一下鼠标键盘在网站或手机上就能变成现金啊 房产变现呢没有那么容易 如果你想卖掉一套房子 基本上都要至少等个几个星期 甚至是几个月的时间呢 不过啊失之冬余也正是因为这个转换流通性差 现在啊反而变成优点为什么呢 因为啊现在房产市场不太可能啊 会被短时间内立刻的做空 股市呢会有熔断 但是房地产市场不会的 房产市场呢其实在这期间 反而出现这个非常稳定的状态 所以啊从股市等等投资局境 撤出来的资金 那么许多投资人呢也在伺机行动 想要将这些资金呢融入房地产的市场 因为房地产市场呢作为长期持有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这个也是加州房地产市场的一个特点 那接下来加州房地产的走势 将会是怎么样的呢 让我们从两个方面的因素来看啊 首先第一 疫情的影响多久可以清除 多久可以完全复工 结束封城 那么按照专家对于疫情 疫苗和这些东西的监测呀 要短则三到六个月 长则半年到一年 假设是六个月以后疫情结束 那么房地产市场的刚需房 低于市场的需求 再加上现在大的环境贷款利率这么低 房贷的越供甚至少于你的租金 市场啊那是一定会回稳的 简单的跟大家讲讲这个 那么这个状况分析呢 和我的一些个人想法 现在啊让我们话归正传 如何在这个时期 咱们来把握机遇 以低价位朝底购买房产 那么前几天啊我在微博有发一个在加州的安大海山庄这个豪宅别墅 1200平米 13000尺 52000尺的地 13000尺是居住面积哦 那么这个房子在几年前的销售价格 或者是这种类似的房子哈 销售价格大概在 640万到 650万美金左右吧 那么这个房子啊最新的折扣 上市价位是400万美金 然后我们有一个客户呢 给一个offer就是低于它现在的上市价100万的价钱进行杀价朝底 那么另外呢在另外一个小区啊有一栋230万的房子 这个房子的款式其实是非常好的 是一个独栋别墅 然后呢房子有5000多尺的居住面积 还有18000多尺的占地 那这一栋房子的上市价呢是238万 它最早的上市价啊是270万 那它现在掉到了238万 那我们客户呢最近给了一个200万的offer 那对方呢也是在商议中 就是在考虑中就是觉得这个是有可商议的 那么另外有一个知名建商盖的小区啊 有一个388万的新房样板房 前几天啊售出了 那么最终它们的成交价是低于上市价格的23万之多哈 那从这几个例子呢也可以印证了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所说的价格的空间 溢价的空间大概的比例数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下 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找到这些 可以朝底的低价位的好房产呢 首先呢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在地产商的CRMS 上房地产的房源系统里面进行查找 那么这个呀就很简单 只要我们登录系统然后把你需要查找的要求啊 在高级查找中设置筛选比如说最近有没有降价呀或者是最近180天没有卖掉的呀或者是重新刚刚上市交易没成功的呀各种各样的criteria设置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去找这种优质的可以抄底的也就是说用方言啊用我们火眼金睛的真本领去找这些抄底房源哈那么因为炒房啊实际上是用利用一个短期的市场定位背景在市场大局不稳定的时候呢 炒房者呢利用这个机遇也就是投机啦利用这个房子持有者对于市场的恐慌心理而进行了抛售 那么然后呢挑选适合的性价比超高的低价优质的房源来接盘 那么房地产中呢有时候在投资当中也有类似非理性的购买习惯 比如说啊他所谓的炒房时候的买涨不买跌那这种心态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啊越来越多的高净值资产人士他们在投资海外房产的时候这些资产人投资的时候呢是偏于理性的 因为在房地产大涨的时候啊就绝对会有大量的投资者投资这个资金进入到当地的房地产市场 那买下来之后呢大家就是一起来炒租啊 那个价格那这个价格呢也在不断的暴涨 但是假如说在某种情况下房地产的价格出现暴跌的时候 也就是大家都不敢贸然出手去接盘去接受这个最后一报 因为啊投资投机有时可能就是一念之间 那么这个一念之间搞不好呢就可能会出问题 那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啊给客户去寻找优质的低价房源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看房子的刚需信息 然后呢我们要需要了解这个房子除了做居住 或者是有没有在做长租啊短租啊或者是任何其他的可能性的用途 那么然后呢我们还要了解这个房子是什么时候买入的 买入价是多少 房主拿在这个房子拿这个房子在手上有没有贷款 要还多少贷款 是否有套现出来 那么这个房子目前是否还有按时付贷款呢 有没有在银行里面啊带钱出来呀 有没有不良的贷房记录啊 有没有任何的经济纠纷啊 有没有LIN啊 还有这个房子大致卖房原因是什么 这个房子周边小区的买家是多少 这个周边社区如何呀 周边成交量如何啊 等等的呢那么这些种种啊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主观房子 那么未来涨跌的因素也都是我们需要去了解清楚的 也是会为客户提供这个详细的信息 可以帮助我们的客户做出更准确的角色和判断哈 那第二呢我们再来说一下Ocean Ocean呢就是拍卖低价购买超级房产很多最常见的方式吧 就是一定要去Ocean拍卖 那么加州这边呢其实有很多的房地产房屋拍卖拍卖会 那儿呢有运势事务所举办的 还有州政府举办的 还有执法单位举办的 也有啊私人的房产公司举办的这一系列种种 那真正划算的抄底的可以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网站 叫beatforassets.com会放在屏幕上 这个网站呢是和州政府以及一些政府机关合作的 它专门啊去做拍卖 一些州政府呢或者是州政府旗下的各个军事地 挤的一些欠款欠费的法拍房子 比如说最近呢在4月30号到5月5号开始 这一场在美国南加州洛杉矶的河滨县 County开的这一个拍卖会 这个法拍卖会呢 要求在4月27日之前 找到你想法拍的房子 而且呢为每个想要参加的房子 你需要支付2535美元的定金 然后呢这个拍卖呢是在网上进行 也可以在现场进行了 但是考虑到疫情这个拍卖呢 绝大部分人都会在网上进行拍卖 那当中的这个拍卖的详情和拍卖商的房源呢 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可以加我的微信向我咨询哈 我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信息 那上面呢还有看到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也就是说在东谷俗称小尔湾 有一个在东谷市中心附近的一个房子 那么是五房四位四千尺 那么按照市场价位啊 这栋房子应该是去到七八十万左右哈 那这个法拍上你列明了这栋房子 它的起拍价你猜算是多少 42万美金起拍 可以算一下这个差价 但是最终这个成交价是多少 我们要在五月一号那天试入一带 那么这个法拍上面这一次啊 应该是有100多栋房子和地块进行拍卖 那我简单的查了一下他们的地块信息 因为这个网站上面哈 它并没有列出来详细的地址 它只有地块的信息 你需要一个一个的地块点进去做详细的查找 这个呢就比较费事儿 但是啊如果能找到一个好房子好地块 其实啊也是值得的 然后呢看得出来这次法拍当中 房子很少绝大部分都是地块 第三个方式呢就是short sale 也就是说短售屋 这个呀是可以取得这些低价抄底的房子 也就是短售屋的这种一种渠道哈 那么银行每当在一个周期结束的时候 如果手中会有大量的短售屋 那么短售屋产生 主要是当人们没有办法去支付房贷 那么银行呢会给出宽限期 然后啊在宽限期内 房主可以向银行申请亏本 短期出售它的做法 也就是说将房产远远低于市场价格来出售 那么这个销售呢通常就是刚刚好能还够贷款 或者是银行的需要赔一部分钱给屋主 赔一部分钱呢这个时候再短售这个房屋 有的时候呢可能会五到八个月之内 房主啊都拥有在这个房屋里居住在里 那短售法拍呢之前我有做过一期视频 没看过的小伙伴呢可以进去看详细参考 好第四呢我们再来说一下REO 银行屋或者是贷款物业持有屋 也就是说real estate owned by lender 也就是说REO 那么这一种简单的说就是在 Auction之后拍卖之后 那么在拍卖上没有成功售出的房子 然后银行呢通过合法的方式取得了房屋的产权 但是啊银行并没有意愿 或者是不想去花时间花价钱 去对房子进行必要的翻修维修 所以啊在屋矿处于非常不好的状况下 银行呢选择以低价的方式来转卖 那这个呀就是也是一个炒房的好渠道啊 第五呢我们再来说一下wholesale property 或者是box sale 那这一种呢有一种专门做这方面的拍卖公司 然后呢他们会以批发的形式将数个不良资产 一起打包外卖 这一种房产呢有点像我们国内所玩的那种盲盒啊 就是说一个盒你打开之后里面不知道有什么宝贝 那有些时候呢你只能看照片 根本就来不及看里面是什么样子的 这种房子啊有的时候会有惊喜 有的时候呢当然也会有惊吓了 一般呢不是在美国专门从业 或者是有这方面经验的投资者 建议就不要碰这个了啊 那么近几年呢在南加州像这样子的wholesale 好像是也是比较稀缺的 其他的渠道我们再来简单说一下 刚才我们说了五个那从六以后呢我们简单来提一下 第一个呢就是fixer upper也就是说 屋况不好但是这种房屋翻新以后可以短期迅速的获利 那下一个呢就是probate或者是court order这种通过法庭 法院拍卖渠道去取得的房产 那接下来呢是preferclosure这种啊就是房子有可能即将出现付不了款被法拍 那这个时候它出现这种情况呢就在接到银行的第二封信的时候 也就是说当它成为短售屋之前的时候 可以直接去找到房主来谈条件买下哈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below appraisal deal或者是below market 就是房子的售价远比银行的估价或者是第三方估价 或者是比市场价格要低很多的房子 这也是一系列哈 那接下来呢就是make offer property 那这种呢通常是要么房子在产权上有瑕疵啊 或者是房子本身控制在借贷人手中啊 也就是说hard money loan这一种 那然后呢房子房属也就是说你给我出个价 有个价我就卖的那种状态哈 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种是off market bargain property 这种就是说未上市的有很大溢价空间的房产 这种呢主要就是属于那种房子上市上了很多天都卖不掉 或者是啊进进出出第三方托管很多次 然后因为各种原因呢都没卖掉 那么之前这个房地产从高价位走向低价位 这个房子呢当然了也跌价了 最终啊屋主因为由于对于整个的销售价感觉都不太明朗 所以说把它暂停或者是下架 这种就叫做未上市的 那么当然了它也有很多的溢价空间了 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种就是叫abandoned 或者是unfinished project 这一种中文呢就叫烂尾楼 那么我估计应该不用我解释了 听名字你就知道是什么 那通常这种就是要么那种商业的哈 要么那种多单位的公寓或者是那种高端的定制大别墅 然后呢什么怎么烂尾的呢 那么有设计师设计了政府批准的批图了 也就是图纸的 那有的干了一半可能干不下去了 没有资金了 停在哪烂在哪了 然后这个时候啊就要等新买家接过来接来 那么以上呢我共说了12种 那么这12种方式呢就是可以低价超底取得房产的一些打开的方式哈 如果您真正对于超低美国房产有兴趣的话 上述的这些房源呢 我手中都有一些 你可以向我提出咨询哈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 我是Mina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给我点赞 如果你想咨询美国的房产买卖交易或者是房屋管理相关呢 可以加我的微讯哈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收看 拜拜